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一号作战的主题呢 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周 那当然呢我们上礼拜呢 也介绍到一号作战的最后阶段 也就是桂柳会战 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呢 日本的前线指挥官 刚春林次 他要去进攻宜山这个地方嘛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意外 那什么样的意外呢 我们就请金老师帮我们接着讲下去 好 桂柳会战日军最重要就是 攻打桂林跟柳州嘛 只是刚春林次想说 我不只是要攻陷这两个据点 我还要杀伤敌军主力 所以他想要先攻占宜山这个地方 谁知道 当时刚春林次挥下 有一名率领军队的将军叫横山勇 横山勇当时会觉得说 柳州看起来唾手可得啊 为什么不赶快去进攻呢 于是他在没有知会 刚春林次的情况下 抢先攻打柳州 当时负责防守柳州的 主要指挥官是张巴奎将军 张巴奎将军是有判断说 根本守不住 好 那你要打 要打就让给你吧 我就去后撤保存实力 于是柳州很快就被攻陷了 但是国军的主力也往后撤了 所以当时刚春林次非常的神奇 他就把横山勇叫过来说 你知不知道 我把宜山看得比柳州还重要 因为我攻下宜山 我才有机会可以包围敌军啊 结果没想到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就去进攻柳州 好啦 训斥归训斥 那也没有办法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嘛 对不对 总之呢 桂柳会战最终桂林柳州都丢失 同一时间 日本在越南的一支部队 也北上配合作战 最终与刚春林次的日本部队进行会师 至此一号作战算是宣告结束 从北平到广东 这一整条南北的铁路 全部被日本打通 那说到这边想问XXY 你觉得听到现在站在日方视角 你觉得一号作战执行的怎么样啊 我觉得很成功啊 嗯 对 站在日方 特别是驻华日军的视角 这个非常的成功啊对不对 是 但是其实 你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当初一号作战所讲的 三个重要的目标 第一个 贯通交通线成功 第二个 歼灭美军在中华民国的空军基地 算成功吗 一半吧 怎么说一半呢 因为有些有有些没有啊 其实最重要的是 就算你歼灭美国在中华民国空军基地 美国照样现在攻破什么塞班岛啊 马尼亚亚群岛之后 它一样可以轰炸日本本土啊 所以这个第二个战略 如果你讲得激单一点 根本没有达成目标 因为来自东方也就是美国的威胁 对日本本土的威胁有更大吧 对啊 所以第二个目标 可能没有那么成功 就是你在中国这个地方 就算是把美军基地给攻灭了 其实美军还有另外的方法 还来反制你吗 是是是是 所以这么说吧 你看美国只用了其他简单的方式 就把日本布局这么久的一号作战 很大的战略层面给抵消掉了 再来第三个 中华民国政府有打消作战的念头吗 没有 你看蒋介石他败的这么惨 当然啦 不是为他就是找面子 他真的败的很惨 估计在这场一号作战当中 蒋介石的国军部队伤亡了75万人左右 这是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 但是蒋介石仍然继续维持着抗战的模式 也就是说 日本的驻华日军仍然必须得逗留在中国战场 无法前往像是岌岌可危的太平洋战场 又或者是即将跟苏联发生巨变的东北战场来进行支援 所以其实第三个目标也是没有达成的 所以一号作战对于日本来讲是一部分的成功 但是却无法抵消整个战局的失败 就是就整个二战的战局来说的话 他是于事无补的啦 但是就中国来说的话 中国被打得很惨 对对对对 我觉得说到这里啊 日本他们达到的目标是只有达成了三分之一嘛 我觉得可以来做一个比喻啦 大家应该都有在学生时期考过试 有些学生他们可能读书很用功 然后也很努力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拆题拆的超级厉害 我觉得美国就有点像拆题王 怎么说 老师说我们要考试了 然后大范围 大家回去要念书哦 有些人他就说 我要开始念书 然后念这一整段 然后全部都念得很用力这样子 美国人他们可能有点像是说 那我就拆老师大概 从比如说考古题啦 或是过去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我们就拆老师大概会考那几题这样子 所以就专门去找一些可能重点的方式 然后去用最少的资源 然后达到我的战略目的嘛 可是日本就是投入超多资源 虽然有考及格啦 就是没有到一百分 可是美国呢 他们可能就光拆题 就肯定拆到 比如说九十几分 哦天啊 对啊你懂吗 那个意思 对那种感觉 就是说虽然都有达到目的 可是你最后的成绩 或者你最后的战果 其实这个就是最关键的地方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金老师最有感 因为你是老师啊 面对这种学生 你觉得你会比较同情哪一种人 我会跟那个很努力的学生说 老师看到你的努力了啦 加油啦 天哪 你说的是日本大本营 也是对当时的驻华日军 也是这样的感觉 可能是哦 但是还有额外提一个人 就是刚春临次 对啊他最关键啊 对因为刚春临次 其实在执行整个一号驻占过程当中 非常的漂亮 尤其他也是最后一任驻华日军的总司令 是后来他有向蒋介石的代表投降 蒋介石对于刚春临次其实就是非常的器重 还有刚春临次其实是非常支持蒋介石的 怎么说呢 因为当时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之后嘛 日本迅速的投降 其实国军的主力还没有办法迅速的赶到日本的占领区 全部拿回所谓的管理权 那当时不只是国军要抢那些日本占领区 中共他也说 诶我也是中华民国政府啊 对不对 我也要抢占领区 蒋介石就命令刚春临次 就是驻华日军的总司令说 不是国民政府 不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你不可以交出管理权 刚春临次其实是一个非常反共的人士 所以他坚持执行了这方面的命令 当然可能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管得到 但总之蒋介石就觉得说 哎呦这个人很愿意配合 而且蒋介石本身跟日本的军事 也是很有渊源关系 他自己也是去日本流血军事的 所以他其实非常器重刚春临次 刚春临次后来还有发挥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就是 后来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 其实蒋介石就有启用一部分的日军 成为顾问团 就所谓的白团 对刚春临次就是白团当中的灵魂人物 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是英雄系英雄 就是你讲武德 我也跟你讲武德 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 我就有点收编 所以刚春临次其实个人觉得 纯粹如果以一个战术来看的话 刚春临次真的是日军当中 算是非常有能力的指挥官 好那讲完日本对于一号作战方面的影响 现在就来讲中华民国的影响 首先前面会讲 这对国民党来讲是个灾难 75万年的部队伤亡 我觉得这多多少少影响到日后 国民党军队的实力 再来就是相比同一个时期 1944年当时世界上发生什么大事 诺曼地登陆 诺曼地登陆 史上最大的登陆行动 欧洲的东线战场 当时的苏联打了一场白俄罗斯歼灭战 把德国的中央集团军队的主力 给自己给打趴 这都是非常辉煌的胜利 当人家都在获胜的时候 你打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话不能这样讲 其实你之前那边打输打输 然后结果中国还是有打赢 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歐漏我们 其实1942年的时候大家都打输 其实反而是中华民国打赢了一场长沙会战 可是有的时候有人就讲 你前面都做得很好 就是结尾做错了 然后反而大家都忘记前面的贡献 这个又要比你到教室了是不是 就有些学生可能骑出骑中都考很好 可是他骑末就拔空 那这种人怎么办 身为老师你要怎么看呢 我会说明年再来重修吧 我会说你怎么没有维持前面的表现 你好可惜 那不行啊 骑末考的时候肚子痛啊 那你要好好管理好你自己 哦天啊 如果我是学生听到这句话 我已经觉得 欧币了 没有错 没有错 对啊 好 但是不真的事实是 以国际的场合来看 中华民国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难看 好 那也因为打得非常非常的难看 美国对于中华民国这个盟友 也开始产生了一些别样的想法 先说啊 这时候要提一个老熟人 这个人叫做史迪威 这套人物我们在三月的时候有提到过 就是在讲台儿庄大姐的时候 他对于中国的评价是比较悲观的 现在好像有点逮到机会来损一顿蒋介石的感觉 对 因为蒋介石跟史迪威这两个人 提起非常非常的不对付 双方从一开始 好像可能觉得 哇 你是在帮助我们中国的 那种蜜月期 大家也可以搜寻一些照片 两个人还外加宋美龄 三个人笑得很开心 勾在一起 勾在一起不是手牵手 勾在一起 他妈笑得超开心的 可是后来没多久 因为这两个人脾气都非常的刚硬 双方都想要获得所谓的最高指挥权 所以其实在1944年1号作战爆发之后 史迪威就觉得说 可逮到机会 你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节节败推 我早就说过这个花生米 他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现在提为什么我突然讲花生米 因为史迪威在他的日记当中 就称呼蒋介石为pina 因为他的光头 然后头长得很像一颗花生 就很亮这样 没有错 就很侮辱性的这样字眼 然后去形容蒋介石 没错 那其实在当时的状态 蒋介石就一度有跟他的参谋长 也就是史迪威讲说 现在国内状况那么的危急 先前我为要支援西线 也就是远征军的战场 我派了大量的兵力 不管是跑去印度的X部队 或是在国内西南准备反攻的Y部队 都派出了很多兵力 导致我现在东线战场一路溃退了 那现在东线如此危险 我想把留在国内的Y部队 抽掉一部分去防守重要城市 这个战略其实应该是OK的吧 结果史迪威说 不行不行不行 XY部队是反攻缅甸一个重要的指标 你现在抽掉的话我人手不足 那蒋介石就会觉得说 天啊我现在国内都乱成一锅粥了 你还跟我讲说 西边你需要人手 有没有搞错啊 那除了反对调离歪部队之外 到最后史迪威做了一件 对蒋介石来讲 奇耻大陆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史迪威直接寄信告诉罗斯福总统说 报告总统你看看 这个人打成这副德行 果然是不适合领导啊 那不如怎么样 你就叫蒋介石 把所有的国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我 我史迪威来负责领导国军来继续作战 那当时罗斯福也的确看到一号作战国军表现很差 后来他就决定说 好支持史迪威 他真的就写信告诉史迪威 以及当时美国的驻华特使说 请蒋介石交出兵权来 那注意我刚刚还讲了一个驻华特使 因为这是一个外交的人员嘛 按照道理来讲 应该是这一封命令 是由外交人员转成给蒋介石 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行为 因为你不可能是军方代表完成这件事情 对啊 结果史迪威就真的就是拿到信之后 非常开心的 直接跑去找蒋介石说 你还读读这封信 然后蒋介石一看 当时罗斯福说 如果你不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话 我们甚至要断绝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 当时蒋介石整个气疯了 就想说你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 那史迪威则是非常非常爽 爽到他在当天的日记 那个年头的人好了 大家都很喜欢写日记 毕竟没有脸书嘛 对没有错 只能写给自己爽的自己看 那当时史迪威在日记写下什么话呢 再强调一次 他把蒋介石成为花生 他的有一首诗是这个样子的 未报酬 我等了很久 我终于有机会 盯着花生的眼睛 往他裤子踹一脚 旧鱼叉已经准备好 把握时机准确瞄准 直到外面只剩下手柄 一次又一次刺穿他 这小混蛋 发抖 也说不出话来 他脸色变绿 颤抖挣扎 不肯出声 补偿我所有疲倦的战斗 抵偿我所有的困苦 终于轮到我的回合 将花生击倒在地 我知道 我还得受苦 继续受累受委屈 可是 啊 感觉好快乐 我撕碎了花生的脸 听完这段 哇 这怨气有多深啊 这小混蛋发抖 哇天哪 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得出来 真的是 但是对蒋介石来讲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侮辱啊 当时蒋介石也觉得很侮辱 他当时就对外发言说 如果将指挥权交于史迪威 我与汪精卫有什么两样 汪精卫对日卖国 那我要对美卖国吗 蒋介石又要求 反而要求 罗斯福总统说 你如果不撤换史迪威 我中国就退出同盟 我宁愿独立抗战 哇 那现在双方都闹翻啊 那罗斯福当时就把 祝华特使给找过来说 其实我不是很了解这两个状况 就你来看 双方到底是什么情况 结果祝华特使叫做赫尔利 赫尔利就说 史迪威是个好人啊 但是这两个人 是无法有任何公事的啊 那如果你真的让史迪威 率领国军部队的话 他将会遭遇完败 那要交给谁嘛 你说嘛 总之啊 麦克阿瑟啊 直接把太平洋的精神任务 给找过来是不是 总之啊 现在就是经过一番权衡之后 罗斯福就决定说 好吧 在1944年10月18号 下令撤换史迪威 所以这场双方之间的争夺战 是以蒋介石获胜为高中 但是 这实在是很折损 中美双方之间的关系啊 而且1944年的10月份的时候 其实1号作战仍然在持续 对啊 还没有结束啊 对 就是说国军还在继续作战失败嘛 所以美国其实当时就在想说 国民政府看起来 并不是一个很牢靠的合作伙伴 那我在中国 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倚靠的合作伙伴呢 于是美国把他们的目标 给转向了共产党 当时呢 美国其实是有出动副总统 叫华莱士 就跑去跟蒋介石讲说 我美国想要派一个美军观察组 去到延安来进行考察 哇 蒋介石疫情就火就跑起来 说你们想要干什么 当然啦 华莱士他的说法是说 我们的空军嘛 会去轰炸日军嘛 对不对 尤其是中国的占领区 那有的时候会被击落啊 他会跳伞嘛 对不对 他可能就会落到中共的地盘 如果我们跟中共有联系 是不是就可以让中共的军队 去照顾那些迫降的美军飞行员 另外 中共在华北是有根据地的话 我们也可以透过中共去搜集一些华北的气象啊 或是地方的情报啊 这是有利于双方作战的 所以我们美国只是为了军事元素 绝对不是因为政治关系 你可以放心 那美国都讲到这个地步了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直接说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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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一直闹的话 很破坏两国关系嘛 所以蒋介石说 好可以 但是注意蒋介石当时就说 那你们顾问他的名字 我也帮你们取好了 这个顾问他的名字很常说 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就是你跟我扯上关系啦 对 你只是个小小的一个组别而已 那这个组别后来因为太长了 这个实在太长了 俗称叫做狄克西使团 那为什么叫狄克西呢 因为狄克西使是指 美国南北战争当中的南方的省份 那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南北战争最后是南方战败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狄克西呢就是指说中共所控制的地区 意思也就是说 哎呀这个狄克西使团啊 其实只是去拜访一些相对于中国来讲 比较弱势 不是主流的那个方向 有点是照顾到中华民国的感受 那这个使团自从1944年7月22号开始 一直合作到1947年的3月11号 其实是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首任的团长是一位叫做鲍瑞德的美军军官 他后来写报告的时候 他就写说 中共在战时与战后可能是个有用的盟友 延安的气氛比国统区更有活力 也比较不腐化 共产党毕竟是农民出身嘛 这种劳工啊 比较基层的人士所组成的嘛 那面对这种国民政府的官僚体制 那确实啊 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啊 而且其实当时中共 他是有用民主主义来包装自己的 他们有一个东西 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叫民主集中制 就是说我们私底下其实是有民主的 我们是有调查大家的意愿 只是道德调查意愿 好我们究竟是这个人之后 才举办正式的投票 正式投票之后 大家会一致让他通过 不同意的群举手 大家有没有反对意见 没有 这叫做民主集中制 不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记得有一个 类似报导还是报告有写说 美国对共产党 也就是经过这个使团之后的态度 他们会认为说 中国的共产党 比较不会像是苏联的共产党 中国的共产党是有点像是 我要支持农村改革的一群人 所以变成是说 他们的态度在这个时候 或许就有一些转变 对对对 所以你看一号作战 对于后来的国民政府 真的很伤 军力也伤 形象也伤 甚至美军开始跟共产党 开始有点动作或是接触 这都很不利于后来的国共内战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国共内战 我觉得就是国共内战 发生之前 比如说重庆会谈 或是美国他要再从中去协调 去调停蒋介石跟毛泽东 之间的这些冲突 我觉得那个的态度 原本是说 我非常的支持蒋介石 可是到最后面会变成是说 好像中共讲的也不错 毛泽东这样子 好像也没有错 你们要成立一个联合政府 大家民主 人人有机会 甚至到后来可能就是说 你们两个去打一架 然后打完之后 看谁 你再跟我谈 对这是杜鲁门后来的政策 其实我觉得那个态度 其实转变得非常大 还有就是日后的格局上 因为其实不只是中国 对于日本来讲 他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 最终却没能够挽回他的败局 其实这个是应该大叔特殊的一个战时才对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这个也不要说什么 我帮国民党讲话 我自己是觉得 最后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日本他其实目的 虽然有达到 可是也达到了其中一个而已 达到这个 好像对他自己本身 你当初为什么要制定一号作战的目的 为了要挽救整个太平洋战场的战事 你想要留一个类似预备的后路 Plan B 可是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战平洋战场有帮助吗 好像也没有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另外一种观点是说 中国虽然在这个地方 跟日军打得非常的惨烈 可是某一方面 我们也是牵制了日本 他在做这个所谓的一号作战的过程当中 他的目的没有完完全全百分之百达到 可是我们目的 其实也有拖延到他的一些 比如说进攻 或是对盟军的一些威胁 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盟军好像都也没有看到 他们只在意就是说 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开始反败为胜了 然后我们在欧洲战场其实也有很大的逆转 可是在中国战场 你怎么打输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日军投入的资源 其实就不太一样 你不能这样评断 其实有一本书 我很喜欢他的书名 他叫做 被遗忘的盟友 这是一个外国的作家写下来的 他其实是在描述抗战的中国 其实也要讲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爆发 是从亚洲战场开始爆发 对啊 1937 前面四年几乎没有外国势力以正式的方式支援当时的中华民国 勉强有算的话算苏联 但是苏联他也要挂上志愿这两个字 那前面四年你不参与 后面四年其实很多时候 美国在分配资源上 给中华民国资源也是非常非常少 对啊 你脑里这个时候才想到我们这样 对 所以你说中华民国真的在当中没贡献吗 我一再有强调就是 中华民国虽然正面战场打的真的不好看 如果你要这样每一场战绩的话 真的可能说好看经典的没几个 但是战略上却不断牵制住日军 我们讲后来不是日本跟苏联也有爆发所谓的战争吗 八月风暴吗 对 是是是 那其实日本的关东军也是不断的被抽掉 他们有一部分也是可能要被抽掉到中国战场来 当然当时的苏联实力已经非常强大 可是能不能那么快打下东北 这当中应该也有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贡献吧 那更别提我们一再有提到 日军没有办法把全部的资源都面对美国跟英国的反攻 所以讲到这边 虽然说一号作战真的不能给予一个很高的评价 但是中国愿意坚持抗战的决心 还是要给予部分肯定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你想想看 如果南京沦陷之后 然后中国投降 没有所谓的抗战意识的话 我们之前有讲过 日军在中国的驻华日军的兵力有六十几万 你抽一半三十几万 然后去太平洋战场 那个对美国的威胁其实也很大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整个的战局不管是日军还是国军还是美国 甚至是二战当中的同盟国 我觉得其实都很有影响了 不过我们这样讲讲讲到这几方的观点 我觉得有一个观点我们没有提到 其实就是中共 我觉得中共在这场所谓的一号作战的过程 我们之前其实多多少少提到 就是说你在陕西有稍微有挡住一点点 接下来比如说南方的这个部分 其实跟共军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那其实我有听到另外一个观点是说 在一号作战的过程 中共其实没有太大的损失 所以从中获利 然后壮大了自己的地盘 可能二战结束之后 对国共内战上面有很深远的影响 的确是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讲过 就是因为日军的焦点都集中在 来歼灭国军的有声力量 反而对共军的监视就是减少 以及他必须得抽掉后方的兵力 来投入作战嘛 对不对 所以中共不但避免了日军的直接进攻 还有机会去攻占华北的一些城镇 还有另外一方面 你看在外交上也赢得美国开始的关注 甚至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美军顾问团 是到1947年都一直存在 这当中会不会多多少少 给中共一些技术上的交流或者资源 但我承认一定很少 可是这些对于当时已经是很贫困 甚至原本在西安事变爆发以前 几乎陷入到绝境的中共来讲 这都是一次又一次茁壮的机会 对我觉得就整个大的史观来看的话 对应到国民政府的状况来看的话 我自己是觉得这国民政府就是 好像很多东西都不得已啊 身不由己啊 资源又少啊 然后你军备又不如人啊 日本又是主要针对你嘛 所以变成是说共产党方面的话 那确实在整个的能力上面有提升了很多嘛 是是是是 接下来可能又会因为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 苏联在八月的时候 就是二战解禁尾声的时候 跟日本宣战嘛 发动所谓的在东北的八月风暴 所以苏联当时有获得了很多满洲的资源 对 然后就把这些资源给了共产党 所以共产党那后来其实有得到很多这样子一些 不管是军备还是人力 或是物资上面的帮助这样 甚至我有听过对岸有讲过一句话 叫做什么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 你就知道说 苏联接收了东北 然后后来撤离东北以前 给予中共更多的机会可以接收这块地盘 对于后来中共的建国的发展 是有多么重要的关键 所以以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月的主题 一号作战 我们已经帮大家介绍完毕了 可是我刚突然想到一个 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都没有提到的一件事情 这个也是一号作战的其中一个目标嘛 就是日军要去破坏所谓的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 那这些基地呢 全部都没了吗 好 当然有很多的基地是被攻占 没有错 但是其实有部分的基地仍然在国军的掌控之下 其中有一个基地就至关重要 就是纸江机场 这个意思我们都有提到的事情吗 那为什么说纸江机场很重要 因为后来中华民国跟日本达成投降协议 就是在纸江机场办理授乡仪式 哦 为什么有这么多地方可以选 你干嘛没事要选择纸江这个地方呢 那是因为后来日本准备要投降了嘛 对不对 大家就在商量说 我们应该要在哪边来进行投降 那有人就提议说 日本不是有分成什么华北派遣军吗 华中派遣军吗 华南派遣军吗 那应该三个的派遣军的领袖 都应该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才对 结果此时就有人说 等一下那我们要分三个地点投降 比方说华北我们在北京投降 华中我们在南京投降 华南我们在广州投降 这不会显得很混乱吗 到底要在哪边投降呢 结果后来就有人说 那不如在纸江这个地方投降 为什么 因为纸江正好是有人这样说 它是前方的后方 也是后方的前方 意思就是说 这到底在讲什么 好 那个这句话当然听起来当然很吊诡 意思就是说 这正好是处于中日的控制范围的交界地带 对于中日双方来讲 去到这边算是个中间点 大家都方便 那我们要投降 就一次性投降解决全部 就叫驻华的总司令 刚存宁次来到这边来进行投降好了 后来我们的投降仪式就办在纸江这个地方 多说一下好了 因为刚存宁次当时为了要表示说 我们已经缴卸马投降 就有献上他的军刀 日本有很多的军官 尤其是高级军官 其实是武士出身 他们的军刀是专门进行打造的 非常的精美 很漂亮 对 那这个刚存宁次的军刀 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的话 以前就有在台北市西门町 那个国军英雄官有展出 你说军使馆吗 对没有错 当然现在军使馆在整修状态 可是在以前我自己去看了 刚存宁次的武士道 我当时就觉得说 哇那个刀刃闪闪发光的那个波纹 我觉得真的很帅 那也算是一个国军撑过八年抗战 最终获得胜利的一个象征 那我有另外一个疑问啊 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面跟台湾有关的话 就是日本有在中山堂举办受降仪式 那这个又跟纸江有什么关系 哦好 那是因为日本投降的其实非常非常的仓促 所以为什么不是办在什么北京啊南京啊广东啊 那是因为一时之间国军的主力没办法赶到那些地方去 所以先完成最主要的投降也是就是日军董事厅先下令说 我投降我放弃抵抗 那接下来国军的部队会开始去攻占 或是说收复那些日本当初所贡献的沦陷的土地 那等到正式接收了之后 就会由派去的指挥官跟日本驻扎在当地的指挥官进行交接仪式 所以我们以前会放假 现在根本没人纪念的一个节日 光复日吗 对台湾光复节 看看大家台湾光复节几月几号 我今天是10月吗 对10月25号 就是因为直到那天 你看二战8月15号最结束 中战 对不对 到10月国军的部队才正式抵达台湾 也才正式接收当时日本在台湾的军事指挥官的投降 所以那个算是地方的军队 然后跟国军投降 是是是是 因为它是正式的实质上的交接 那纸江则是整个象征仪式上的开始 一切的受降仪式各地的 从纸江开始就是陆陆续续就发生 对对对对 当然就会出现不同的军队去抢战不同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远征军 像新六军吧 他们就去攻占了南京这个地方 那新一军则是就近去攻占了广州这个地方 那来到台湾则是大家二人八四间 当中比较熟悉的七十军的部队 好的 我们花了四个礼拜的时间来聊 有关于一号作战的背景啊 作战的过程啊 甚至是它战后的影响 我们都帮大家通盘的介绍了一遍 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多的想法 都欢迎在留言留言 我们来跟你们做互动 那下个月呢 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主题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预告过的 就是我们要来聊聊有关于 在一号作战的后半期 日军已经攻打到南部了 威胁到一个叫做衡阳的地方 就有发生 国军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战役 叫做衡阳战役 那这个衡阳战役呢 也有人说是衡阳保卫战 这整个发生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会花一整个月的时间来跟大家好好介绍 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们下个礼拜来见 大家拜拜 拜拜